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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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店在這個位置已經超過40年了 真正好的辣味一定要做切肉腸 你看到所有的肥肉在表面 這些口感比較好 辣味一定要整條放在表面上 就這樣蒸來吃 你千萬不要切開它 因為一切開了,它會卸掉味道 走掉油,沒有那個香味 我們這裡是百年老店 我是第四代 媽媽和媽媽很好吃 就把他們生了的臘肉和腸 就給夥伴來做飯送 旁邊有些客人說 這麼香?為何不買? 配上燉湯或石巾 其實辣味這件事寓意蜂衣足食 就是衣食無憂 是一個很好的二頭 在《鴨腸圓》 我們的辣腸圓是粉紅色 所以大家加入了一些鮮果 去做一個立場卷 都得理會館是一間 充滿藝術色彩的中餐館 但是我們就用一些新的擺盤 和新的食材去做乳菜 其實我們的蘿蔔糕 配方試了很多次 只是你的蘿蔔也試了很多種種 日本蘿蔔,因為它的甜度高 三七肥瘦比例的辣腸 我會建議大家切個厚度 厚一點 令它沒那麼容易散 不建議大家加太多油 我們希望做到入口 是可以很鬆的 吃到蘿蔔的甜味 的 我會把你給我